当年,李小龙与武术指导黄家达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黄家达不仅是泰拳王,还是海军陆战队的总教头 自然不惧李小龙 结果两人一交手却惊呆了所有人 李小龙自幼学习各种流派的功夫 经常与人切磋的他在实战方面非常突出 据说后来他打伤了人,而对方有着帮派的背景 李小龙不得已远走国外 到了国外,他再一次把拳击和柔术等功夫与中国功夫融合 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从此他开始挑战各种顶尖高手的征程 其中,世界空手道冠军吉姆凯利亲口承认被打败过 而且他也觉得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是李小龙的对手 另一位世界重量级冠军罗里士 也是李小龙的手下败将 当然他并不是单纯的打败对手 而且还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甚至再也没有与他为敌的念头 正所谓打不赢的对手是朋友 所以,李小龙身边有着很多国际顶尖的高手朋友 在李小龙巅峰时期,能与他相提并论的高手并不多 但拳王阿里绝对算得上是其中之一 有人曾问李小龙 如果要你和身高体重斗远高 与你的阿里打谁会赢? 李小龙客气地说 如果用拳击的规则在擂台上打 阿里会赢 如果在街头用综合搏击的方式打 阿里会死 这完全体现了李小龙的霸道自信 在国外大杀四方的他 虽然名机不小,可他在好莱坞的发展并不顺利 在那个年代,老外对华人的蔑视深深地激怒了李小龙 于是他回到了香港,准备拍自己风格的电影 果不其然回到香港后 李小龙第一部电影《唐山大凶》 就打破了香港的票房记录 而且让整个亚洲的功夫迷闻震撼不已 随后,猛龙过江,金武门等电影连续打破票房记录 这不仅让李小龙成为了国际巨星 也狠狠地打脸了好莱坞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导演们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随着李小龙名气越来越大 很多香港本土的高手们对李小龙的功夫产生了质疑 当然这也不怪他们 毕竟那时候没有网络 大家对李小龙在国外的战绩一无所知 当时像一些名气比较大的武打明星都挑战过李小龙 如红金宝、梁小龙等 后来红金宝还回忆到 我的脚还没有抬起来 李小龙的脚已到我面门了 还有三联邦的大老王宇 以及双花红棍的陈慧敏 都和李小龙较量过 酒精沙场的陈慧敏说 虽然大家都说全有陈慧敏 推有李小龙 如果真拼命我肯定不是他对手 从此可见李小龙的功夫绝非花拳秀腿 而不久之后一场巅峰对决上演了 对战的正是李小龙和黄家达 黄家达是何许人也 只能说他的传奇也不属于李小龙 黄家达1947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从小习得一身过瘾功夫 擅长泰拳、少林拳、空手道、韩国和气道 70年代 黄家达就已经是泰式自由搏击的拳王 当年李小龙在家河拍电影 凭借一部金武门奠定了自己影坛武林地位 1972年 赚得盆满钵满的家河影业 趁热打铁 将香港警察的武术指导黄家达 招揽至麾下效力 为他量身定制了一部叫做和气道的电影 以此为理 大有接风洗尘的意味 毕竟人家可是从吃黄粮的地方 过来支援拍戏的 在这部电影中 家河给足了黄家达牌面和荣耀 特意请来红金宝做男二号 给黄家达做绿叶 另外调兵前将 让梁小龙和黄仁池 实力派打星 为黄家达当配角 由此可见 家河对黄家达的重视 一部武林高手云集的电影 打斗场面拳拳到肉 见招拆招的速度快若流星 黄家达凭借这部电影 奠定了自己在影视圈的江湖地位 之后同样班迪主演了跆拳镇九州 这就是一部70年代的抗日神片 黄家达一如既往的出言莽夫 香港原本就是一个弹丸之地 武术圈子里来来回回也就那么些人 所以黄家达在没有进入娱乐圈之前 很早就跟李小龙认识了 彼时的李小龙 正在潜心研究截拳道 因此兴趣相投的两人 经常切磋拳脚功夫 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后来李小龙在娱乐圈扬名立万 声名远播 他也会照顾在娱乐圈 李讨生活的黄家达 给他介绍了不少片场和剧组的朋友 在纪录片李小龙的生于死中 黄家达也有现身 现在提到黄飞鸿的话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李连杰 不过出演黄飞鸿电影最多的是 《关德星老爷子》 黄家达曾和关德星合作过 《黄飞鸿少林泉》 饰演小狮子一角 70年代后期黄家达开始转战台湾地区 在武侠导演郭南宏的调教下迅速成长 《少林寺》十八同仁 八大门派 火烧 《少林寺》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相比较以前莽夫的形象 有了很大的改观 之后又和香港电影早期动作演员张义合作了 《大太监》 《达摩密宗》 《血神飘》等片 张义通常是最后的反派的大bass 黄家达总是正义的代表 1977年和腿王谭道梁合作 雍正命丧《少林门》 之后又在吕四娘闯少林出演雍正一角 让一个动作演员演皇帝 看上去真的不够霸气 随着成龙功夫喜剧模式的开启 一本正经的动作片市场越来越小 黄家达也渐渐减少了拍片 1979年被聘为香港警察空手道会总教练 曾是拳王的黄家达 于1984年获得世界泰拳大赛的金腰带 第二年被美国聘请为纽约州警察总部总教练 五年之后又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武术总教练 后来又被聘请为匈牙利特种 总部队实战总教练 柬埔寨内政部V的突击旅总教练等职 单单凭借这份履历也是碉堡了 曾经还被韩国拳击到协会认定黑带八段 黄家达作为一代功夫大师 门下弟子也是数不胜数 其中史太龙 国际杰拳道联盟主席魏丰都是他的弟子 洪金宝 甄子丹 袁华等人也曾经多次到他府上请教武学 同时 他创立的国际少林综合全世界联盟总会 在许多国家都有分会 积极推广武术 从这一大堆头衔不难看出 黄家达绝对是个狠人 但就是这样的高手在比试中就输给了李小龙 一次在拍戏时李小龙因为不听黄家达的指导 惹怒了黄家达身为海军陆战队的教头 他根本没把身高体重都不如自己的李小龙放在眼里 而在李小龙的世界里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正的对手 很快互看不爽的两人动了手 两人都亮出了结实的肌肉 但体重和身高都比李小龙大很多的黄家达 看起来更有气势 可疑动手大家看傻了 平时不可一世的黄家达只有挨揍的份 黄家达回忆说 别看李小龙个子矮 可他的速度很惊人 一脚风驰电车地踢向他面门 他用刺拳给予还击 可最后他却被李小龙一脚踢飞好几米远 昏了过去 醒来后他说 真不敢相信这是人类所发出的力量 感觉自己被踢飞了十几米远 关战的梁小龙说 什么泰拳冠军还不是只有挨打的份 其实黄家达的故事 如同一部铁汉奋斗史 除了树叶有专攻之外 我们还感受到了男儿当自强 更难得的是他跟李小龙的友情 虽然他被打败 但对李小龙根本不憎恨 还一直保留这份友情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